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给大家介绍胸壁式引流 Closed Psoracic Genage 胸壁式引流是临床常用的一项技术 这是胸外科手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操作之一 是所有现代胸科手术的基础 这个手术是德国医生Gutro 卜老首先提出的 卜老将这一方法推广后 人们才从开胸手术后无法克服的肺部章 这一致死的并发针中解脱出来 胸外科才从真正的意义上有了一个食指性的飞跃 卜老老医生说 我始终相信红吸引流的主要优点 是降低了胸膜腔的压力 从而使肺能够腹脏 胸腔壁式引流 Closed Psoracic Genage 是胸外科医生经常进行的一项基本操作 主要是根据胸膜腔的生理特点 接住引流装置水中的风瓶内液体 使胸膜腔与外界相连 利用大气压强原理排除胸腔内的机器和机液 在外科风云这一个剧中 反复出现一个医疗操作 就是胸腔壁式引流术 在27级中野外救灾 一个青年严重的创伤性血气松 陆成熙熟练的完成了胸腔壁式引流 对于严重的胸部损伤 创伤性的血气松是致命的 因此胸腔壁式引流是一个救命的操作 胸腔壁式引流的原理 是当胸膜腔内因为机液或者机器形成高压时 胸膜腔内的气体或液体可排自引流平 当胸腔内非复复压时 水风平内的液体被吸至引流管下端 形成负压水柱 阻止空气进入胸膜腔 胸腔壁式引流的目的是引流胸腔内的机器 机液重建胸腔负压 维持纵格的正常位置 促进肺膨胀 用于治疗气胸、血胸、浓胸 通过观察引流的情况 有助于诊断气胸的损伤原因 通过分析引流液可以辅助诊断其性质 用于判断机液的原因 胸腔壁式引流的适应症包括 一、中量大量的气胸、开泛性气胸、粘力性气胸、血气胸中等量以上 二、大量胸腔基液或持续胸腔基液需彻底引流 以便诊断和治疗 三、气胸合并胸腔内感染已有早期浓胸者 四、血胸中等量以上、主迷胸 五、胸腔穿刺素治疗后肺无法附斩者 六、急性或慢性浓胸 胸腔内仍有浓液未能排除者 七、半支气管胸膜漏或食管胸膜漏的浓胸或者浓气胸 八、开放胸部手术、心脏手术或胸腔镜手术后 九、机械通气治疗中出现气胸 但仍需进行机械辅助呼吸者 十、恶性肿瘤、胸膜转移或顽固性气胸患者 需胸腔内注射药物行抗肿瘤或胸膜固定数 胸腔必是引流的禁忌症 包括绝对禁忌症 一、结合性浓胸 二、肺和整个半侧胸臂粘连 相对禁忌症、肝性胸水 其他禁忌症包括病情危重、体质消瘦、恶病症、不能耐受穿刺者 二、有严重的出血倾向、血小板低于三万美身者 肝硬化、消化到大出血、有出血倾向的患者 三、有意识障碍或精神障碍不能配合穿刺的患者 包括一些严重烦躁的病人 脑外伤病人烦躁不安 不能配合穿刺 四、对利多卡因过敏者无法进行局部麻醉 皮肤有严重的挫伤、感染 无法穿刺者 胸腔必是引流的注意事项包括引流专制 常用的胸腔必是引流管 是一个透明的硅胶管 有多个侧孔 管体上有一条不透射线的标志线 外径6F到4F不等 临床常规选择28到32F的引流管 这同样适用于引流物为血液或农液时 小号的引流管相对舒适 大部分内科医生主张气胸时 用10到14F的引流管 胸腔必是引流 引流的专制最重要的就是水风瓶 属于被动引流专制 从单瓶的水风瓶发展到双瓶和三瓶 其中包括容量瓶、水风瓶和调压瓶 这个图就演示了通过三个的容量瓶、水风瓶和调压瓶 做的胸腔必是引流 能够良好地吸出胸腔内的基液和机器 防止液体的倒流 胸腔必是引流常用的制管位置 引流基液一般在液中线和液后线之间的第六 至第八类间 引流机器移在锁骨中线第二类间 引流农业应在农业积聚的最低位 具体还需结合病人的胸片、CT等影像学检查 以及病人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佳的引流位置 英国胸科协会指导原则 推荐通过完整闭合的胸腔 放置胸腔引流管的安全三角区域为 背阔及前缘、胸大及侧缘 及沿同侧乳头解剖位置的水平线 最常用的位置为该三角区内的液中线 从该位置越往前 则增加穿过女性病人乳腺组织的危险性 胳膊活动时不舒适 从该位置靠后 病人亦觉得不舒适 切意在仰卧位时使引流管打折 胸腔壁式引流管的注意事项还有 排气泛液不要过快 防止引起重隔的摆动 治管后病人取半卧位 一粒引流 常要鼓励患者多咳嗽和深呼吸 以促进肺早日膨胀 每日观察进入每小时或24小时的引流量 引流性质极其变化 要经常注意引流瓶内有无气泡溢出 引流管内水柱是否有波动 水柱有波动并随呼吸上下移动 说明引流管通畅 水风瓶位置不可高于胸部 在病人胸部水平以下60到100厘米处 勿使水风瓶倒置以免液体逆流入胸腔 下床活动时水风瓶位置应低于膝关节 搬动病人时应先用两把止血钳 双重夹住胸腔必是引流管 再把引流瓶放在船上 可放在病人双下肢之间 搬运后先把引流瓶放于低于胸腔的位置 再松开止血钳 临床常见情形及处置 案例一 男性50岁 既往有哮喘病时 因左侧突发胸痛来源就诊 一般情况较好 略有气触 未有明显的喘憋 插体气管右偏 左侧胸部蓬容 内间隙变宽 左侧胸部扣诊成骨音 听诊呼吸音消失 胸偏提示左侧气胸 肺压缩95% 处置着思路 哮喘病时突发胸痛 考虑自发性气胸的可能 查体和辅助检查均证实为气胸 且为大量气胸 行胸腔避视引流术 需注意穿刺位置 质管大小 缓慢放弃 避免负沾性肺水肿 案例二 黄某男性17岁 因右侧背部外伤撞击后一小时入院 查体表情淡漠 口唇苍白 水肿 血压70-40毫米拱住 心率135次每分 呼吸频率50次每分 气管左偏 右肺呼吸音消失 辅助检查 掌无 处理思路 患者有外伤时 生命体征提示休克 有初血可能 结合查体提示右侧血气胸可能 需立即纠正休克 并行胸腔避视引流 注意患者生命体征 必要时手术治疗 胸腔避视引流的并发症 包括胸膜反应 穿刺或治管过程中 或治管后出现头阴、气处、心悸、面色苍白、血压下降 应立即停止操作 平卧、吸氧 皮下注射0.1%的肾上腺素 0.3%到0.5毫升 二 引流不差或皮下气肿、肌炎 多因为治管的位置不淡 导致引流管的堵塞 需要调整引流管的位置 甚至重新治管 或者胸带加压爆炸 三 出血 常见为内肩动脉、上下腔静脉及心脏 可能因损伤大血管或隔肌血管 引起活动性出血 出现低血压 失血性休克 需要输血、输液 甚至胸腔静或开胸探查止血 负粘性肺水肿 肺尾腺时间较长者 大量排气或排液后 受压肺泡快速复粘 引起复粘性肺水肿 治管后排气或排液速度不能过快 需要交替关闭、开放引流管 可预防肺水肿及重隔摆动的发生 治疗以限制液体出入 利尿为主 必要时可使用少剂量的激素 肺部张 对于肺受压时间过长 食变或肺内存在严重漏气者 可能出现负粘欠佳 需要长期带广或进一步手术 各种罕见并发症 如HONAS综合症 隔继麻痹 坏死性肌膜炎 乳迷胸 主动脉压迫等等 知识拓展 胸腔壁式引流 常见的引流管材料 目前临床最常用的胸腔壁式引流 就是中心静脉导管 尤其是少量和中量的气胸 可以经过锁骨中线第二类间的穿刺 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吸出气胸 它的优点是质地比较柔软 患者穿刺自管以后 没有明显的疼痛 不影响日常的治疗和护理 缺点是管径比较细 粘稠的分泌物 容易堵塞导管 导致引流失败 而SIMS POTEX引流管 可用于胸腔肌液的引流 持管是硅胶制品 柔韧性良好 病人没有不适感 治管时间较普通引流管 时间短 并能配合多次的胸腔注射 硅胸胸壁式引流管 操作安全 方便 创伤小 患者疼痛轻 可以避免多次穿刺 减轻 医患负担 而且引流彻底 可调节排泛胸液的速度 不影响患者的起居 关于胸腔壁式引流 介绍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